第197章 岳母斗衣 虎妞的刀太锋利 而且背景不俗 叶凡可不想招惹这枚女汉子 不然怎么被捅死都不知道 所以他跟杨耀东打了一个招呼就跑了 就是这样 叶凡也感觉背后凉嗖嗖的 好像有人恨不得扎自己几刀 坐车返回玄虎局途中 叶凡手机震动起来 他扫尸一眼 是林秋林的手机号码 叶凡毫不犹豫挂掉 林秋林不死心 先后想了三次才停止 接着又发来一条短信 斥骂叶凡没有良心 挑拨他跟两个女儿关系 林秋林还喊叫着要报警 状告叶凡拐卖唐琪琪 叶凡依然没有理会 也没有劝告唐琪琪回家 唐琪琪已经成年了 他有自主决定的权利 而且离开唐家 确实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啊 念头转动中 叶凡回到了玄湖居 他刚刚下车 就看到前方也开了两辆车子 正是林秋林和韩剑锋他们 叶凡微微皱眉 没想到他们能够找到这里 救命 救 命 就在叶凡寻思 如何打发林秋林等人时 突然 玄湖居外面 传来了一阵尖锐呼救声 接着 一个中年男子 抱着一个小女孩狂奔 他本来想要冲去出租车站 看到玄湖居后 就拐入进来 大夫 大夫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女儿突然倒下了 快看看他怎么了 中年男子四十岁左右 满头大汗 怀中抱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 神情恍惚 呼吸急促 面孔乌黑 他的手里还抓着一个冰激凌 十几个病人纷纷让路 让快失去意识的小女孩先看病 孙不凡下意识喊道 他怎么了 我在公园上厕所 让他门口等住我进去时 他还好好的 吃着冰激凌 我上完厕所 他就倒下了中年男子 带着哭腔喊道 上气不接下气 快救救他 求求你们 救救他 叶凡上前一握女孩的手 脸色微微一变 他被蛇咬了 接着他掀起小女孩的裤腿 在左脚那里 发现三枚蛇齿痕迹 脚踝已经红肿 还有一丝发黑 看起来就很严重 被蛇咬了 中年男子身躯一晃 没想到女儿被蛇咬了 随后抓着叶凡喊道 大夫 快救救我女儿 救救他 叶凡轻声宽慰 别激动 别激动 你傻叉吗 就在叶凡准备取出 迎针治疗时 门口传来了一记怒斥 你女儿被蛇咬了 中医馆个屁用啊 你想要她早点死啊 而且这医馆主人 是我前女婿 上门女婿 只会洗衣做饭 那点医术 是看中医大奖堂学的 她的职业资格证 也是走后门弄的 你问问她 系统学过医吗 以前知过人吗 你让她救你女儿 那就是送命上门女婿 中医大奖堂学的医术 中年男子愣在原地 一时不知怎么反应 不少病人文言也疑症 似乎很意外 叶凡是这样的背景 叶凡抬头望过去 只见林秋林 带着韩剑锋 他们跑了进来 手里还多了一个急救箱 孙不凡脸上 生气要反驳 叶凡却笑着 挥挥手制止她 没必要跟林秋林 这种人争执 叶凡 你虽然会点医术 但这种毒蛇咬伤情况 不是你能处理的 你不能逞英雄 唐三国也训斥着叶凡 不然分分钟会出人命 做人要脚踏实地 我是春风诊所的院长 林秋林 我对这种蛇咬有经验 一年起码几时的病例 我来救你女儿 林秋林一把推开了叶凡 随后戴上手套 检查小女孩伤口 这种毒蛇咬伤的情况 也只有西医可以治好 看她情况 应该是夏天常见的 五不蛇咬了 我正好有这种血清见风 马上去我车上 拿医药箱 叶凡一而再 再而三打她脸 还把她宝贝女儿 忽悠离家 林秋林不介意当众 抢救病人 让叶凡难堪 她相信 只要她治好了小女孩 这间医馆 估计就开不下去了 韩剑锋转身就跑了出去 听到林秋林 是春风诊所医生 中年男子松了一口气 一脸感激开口 林院长 谢谢你 她还没好气 看了叶凡一眼 幸亏遇见 林秋林这样的好人 不然就被 叶凡这个庸医耽误了 林秋林摆摆手 表示不用 随后就给小女孩 处理伤口 她放出了小女孩 脚踝的毒血 接着就拿起 五不舌的血清 准备打入 林阿姨 你太草率了 小丫头的病情 你都没探亲 你就胡乱给她打血清 叶凡看不下去了 忙出声制止 你不担心血清不对 起不到压制作用 还恶化病情 叶凡 怎么说话的 没大没小 唐三国眼睛一瞪 什么林阿姨 王阿姨 就是离婚了 你也该叫一声妈 叶凡又提醒一句 我提醒你 不要乱用血清 不然后果严重 闭嘴 林秋林文言 目不可斥 你是医生 还是我医生 你一个半路出家的中医 有什么资格质疑我 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这伤口 一看就是五不舌咬的 打入五不舌血清 怎么不对了 唐三国点点头 以我中医经验判断 这确实是五不舌的伤口 中年男子 盯着叶凡喝道 你不懂就不要捣乱了 叶凡把情况说出来 他不是五不舌咬的 他是蓝蛇咬的 蓝蛇也可称之为蓝蛇 全身蓝色 常年活动于岛屿的潮湿环境中 这家伙不仅性情凶猛敏捷如电 咬一口的致死率 堪比眼镜王蛇 蓝蛇 林秋林文言嗤之以鼻 这地方 这环境 哪来的蓝蛇 叶凡皱起眉头 无论你信不信 他就是蓝蛇咬的 闭嘴吧 别再说了 再说只会显得你更加浅薄 林秋林很是蔑视叶凡医术 你就等住看吧 我这一针血清下去 小丫头最多十分钟就没事 叶凡喊出一句 你会耽误 好了 年轻人 别叽叽歪歪了 林院长这么自身医生 比你这赤脚医生厉害多了 中年汉子吼叫一声 你不懂就不要再说话了 耽误了我女儿治疗 小心我砸了你这间医馆 他还对叶凡挥舞拳头 大有叶凡在说话 他就痛走叶凡一顿态势 林秋林得意看了叶凡一眼 然后就把血清注入小女孩身体 很快 小女孩的脸色褪却两分乌黑 嘴唇也多了一抹血色 看起来情况好转 周年男子和不少病人纷纷鼓掌 给予林秋林肯定 叶凡却皱起了眉头 盯着小女孩不断起伏的胸膛 他感觉不对劲 伸手一握小女孩脉搏 脸色巨变 干什么 你碰我女儿钱什么 周年男子一把打开叶凡的手喝道 你不要搞事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接着他又看了看林秋林 林院长 我女儿怎么还不醒来啊 别助急 刚注射进去 不会立马起笑的 起码要等十分钟 林秋林自信十足看了眼时间 十分钟之后如果起笑 再注射一针就可以了 叶凡 如果我就好了小丫头 你就乖乖把琪琪交出来 叶凡没有说话 看住女孩越来越潮红的面孔 她转身冲出了医馆 直奔公园厕所 你看 心虚了吧 怕了吧 林秋林看住叶凡傲然一笑 跟我比医术 我不吓死你 韩剑锋和唐风花纷纷喝彩 话还没有说完 小女孩就身躯一阵 手脚晃动 张嘴喷出一口血 整张脸转眼全黑了 危在旦夕 林秋林瞬间傻眼了 第198章原来你真会医术 林秋林和中年男子都慌了 原本好转的小丫头 突然间口鼻喷血 面孔乌黑 手脚还不断晃动 看起来就跟影视剧中 被毒酒刺死的大臣一样 围观病人见状纷纷后撤 担心自己沾染到毒血 或被小丫头抱住撕咬 林院长 你快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中年男子一边抓住女儿的手 一边向林秋林交际喊道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刚才明明好了 怎么突然间又发作了呢 呀呀呀呀 这时 医馆门口又冲入几个男女 小女孩的母亲和外公外婆也来了 看到小女孩这个样子 母亲顿时哭天喊地 外公外婆也抹着眼泪 让医馆变得更加紧张 中年男子向林秋林喊道 林院长 快救我女儿啊林秋林面色煞白 手脚颤抖 心里慌作一团 这种情况 明显就是血清不对了 而且从病人情况判断 蛇毒应该恶变了 很可能会没命 她现在后悔死了 早知道不跟叶凡赌气烫浑水 或者及时让家属送医院 那就不会有这事了 哇哇 这时小女孩又张大了嘴巴 两口鲜血又喷了出来 血液红烟得可怕 她身体没有剧烈抽搐 但眼睛翻白 口吐白沫 胸口也猛烈起伏 显然有些窒息 林院长 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 母亲眼见女儿脸色越来越白 吓得一屁股摊在地上大哭 林丘玲脸色更加难看 映住头皮上前给女孩做心肺复苏 但是没有丝毫的作用 孩子双眼紧闭 面色发青 动也不动 眼看要没了生命气息 韩建峰他们几个 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看这情况 是要出人命啊 搞不好要做大牢 唐三国一度想施展自己医术 可上前看了看愣是没敢动手 不行了 我就不了了 看到病人没有好转 林丘玲扛不住了 这里设备不够 人手不够 赶紧送医院吧 他还让韩建峰赶紧叫救护车 你这个佣衣 你不会看病你就说啊 你装什么神医啊 还设备 还人手 一套一套的 不是你们耽误 我早把鸭鸭送到医院了 中年男子也慌了 破口大骂 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让你陪葬 林丘玲额头满是冷汗 先别说了 快送医院 性命要紧 他知道情况不乐观 可能病人还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只是此刻根本没有其他办法 他斥骂叶凡真是乌鸦嘴 都是你 都是你 老子弄死你 眼看孩子气息越来越弱 中年男子瞬间失去了理智 冲上去要打林丘玲 孩子母亲和外公外婆 也嗷嗷之叫冲上去 唐三国和唐风花 他们鼓足勇气拉架 但战斗力不如对方 几个回合就被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林丘玲也被扇了几个耳光 无比狼狈 孙不凡他们没有劝架 显然对林丘玲他们很不满 住手 住手 这时 店外又冲出一个人 原本担心父母捣乱 而赶赴过来的唐洛雪 正好看到养尊处优的母亲挨打 就脑子一热冲过去 不要动手 有时好好说唐洛雪拦住中年男子他们 多管闲事 老子连你也弄死 中年男子失去了理智 一脚把唐洛雪踹到墙角 随后抡起一巴掌打过去 唐洛雪睫毛一颤 剑躲不过去 只能咬牙接受 但预想中的耳光并没有响起 唐洛雪抬头一看 只见对方挥来的巴掌 被一只有力的手牢牢抓住 叶凡不知何时挡在了他身前 他心里一安 硬啊 助手 叶凡喝出一声 全给我助手 拥医 一群拥医 害死我女儿 中年男子一家不管不顾 还我女儿 还我女儿 叶凡微微偏头 看戏的黑狗他们马上动作 请客把中年男子他们控制住 安静一点 你女儿还有救叶凡对住他们喝出一声 随后快步走到小女孩身边 人都死了 你还救个屁啊 林秋林捂住脸颊喊道 别装模作样了 他就不信 他都没办法解救的人 叶凡能够救活回来 听到人都死了 中年男子一家又暴动起来 你再多嘴 我就放开他们 叶凡看了林秋林一眼 你信不信被他们活活打死 唐若雪忙拉住林秋林 妈 别说了 让叶凡至唐三国 他们也都示意林秋林 别多嘴 林秋林这才闭嘴 但谋中依然不相信 中年男子恢复一丝理智 盯着叶凡手里的东西 喊道 你要干什么 唐三国他们这才发现 叶凡手里多了一条蛇 半米长 全身蓝色 通透无比 光滑得跟浴石一样 但眼睛异常犀利 蛇齿也尖锐无比 你女儿被蓝蛇咬了 现在来不及弄解毒了 只能从蓝蛇身上找解药 叶凡抛出一具 别担心 病人会没事的 随后 怕动作利索 拿来一根玻璃杯 又捏出一枚银针 不紧不慢 刺入蓝蛇的尾巴 很快 她就滴出一小杯蛇血 荒唐 荒唐 我从来没见过 被蛇咬了 用蛇血来解毒 林秋林一如既往 看叶凡不顺眼 叶凡 别划中取宠了 你就不了病人了 唐三国他们也都摇头 觉得叶凡在瞎折 唐若雪则嘴唇紧闭 目光复杂 看住叶凡 白痴 蓝蛇 头大毒 尾良 当中有曰 从曰断枝 用头和毒药 药人致死 领男人名为蓝药解枝法 以尾作仆 与食之吉欲 蓝蛇如妇 有曰 出仓无珠线 投毒尾良叶凡 毫不客气打击林秋林 知道什么意思吗 蓝蛇头部剧毒 但尾巴却是解药 被蓝蛇咬了 只要拿尾巴血液解毒 就行 叶凡冷笑一声 念出一串古文 道出蓝蛇的出处 随后把蛇血 给小女孩喝下 被叶凡这样当众挤兑 林秋林脸色难看 随后对病人家属喊道 我告诉你们 孩子刚才还有心跳啊 要是被他为毒血致死了 责任就全是他的 他把责任全部推了出去 韩建峰几个连连附和 对 对 跟我们没关系 刚才还能送医院救治的 唐若雪止不住喝道 妈 要点脸行不行 现场瞬间炸锅 狗日的 你这老女人 怎么这么不要脸 要不是你渣渣呼呼能治 咬定五不舍咬的 孩子之余这样吗 自以为是的女人 死的咋不是你呢 自己没办法了 叶医生接手过去 你还趁机推卸责任了 众人都被林秋林激怒了 纷纷对他怒目而视 如非看在叶凡面子 他们早为上去痛揍了 林秋林健壮下的不行 慌忙躲到女儿身后去了 压压一家大气都不敢出 死死地盯着叶凡 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哇 几乎是蛇血刚喝进去 小女孩身子突然猛的一颤 宛如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又是两口鲜血吐了出来 这下的中年男子一家彻底绝望 要死了 要死了 林秋林健壮喊了一句 我说治不了 就是不幸 爸爸 话音刚落 女孩放声大哭了起来 脸部乌黑也全部退去 苍白的嘴唇 很快多了一抹血色 好 好了 会哭了 会哭就表示有知觉了 你看 脸上乌黑全部见了 正常血色了 太不可思议了 夜神医就是夜神医 周围围观的病人忍不住欢呼了起来 孩子家属也激动得泪流满面 唐三国和林秋林则一脸愕然 震惊望住神情泰然的叶凡 意识之间有些恍惚 这还是自己记忆中的那个废物女婿吗 唐若雪也难难自语 原来你真的回忆数 第199章 她是我的男人 救护车很快来到 检查一番 确认压压脱离了危险 中年男子一家原本要去医院观察 叶凡告诉他们没有必要 只要服用两副中药就会彻底没事 她看出中年男子一家不富裕 所以想要给他们省几个钱 经历过刚才生死之变 中年男子对叶凡言听计从 掏了两百块拿了两副中药 你们心还真大看到众人对叶凡重心捧月 还毕宫毕竟吹捧 林丘玲心里就不舒服 按捺不住挤出一句 就不担心她是狭猫碰上死耗子暂时解毒 不去医馆用先进设备观察 万一蛇毒复发就等住死吧 没等叶凡出生 中年男子就搜得冲上去 一巴掌打在林丘玲脸上吼道 滚 滚 给老子滚 老子够混蛋 却没见过你这样混蛋女人 如不是叶大夫救了鸭鸭 老子今天非掐死你不可 其余病人也都一份填膺 纷纷指着林丘玲吃马 滚 滚出去 这种是人命如草劫的黑心医生 实在是太招人恨了 因为谁家都多多少少有个病人 所以大伙感同身受 几十号人一起喝酒 排山倒海 让林丘玲变得惊慌失措 连退几步退了出去 唐三国和韩建峰也手忙脚乱离开 担心被愤怒的众人群殴 野蛮人 野蛮人站在玄壶剧门口 林丘玲捂住脸颊 不甘心骂道 全是野蛮人 一群社会渣子 去医院看不起病 只能来这烂医馆赌命 老娘发誓 以后再给你们这些人看病 老娘就不幸灵 中年男子 他们操起板凳冲出去 林丘玲几个吓得赶紧上车跑掉 待医馆重新恢复平静后 叶凡就让孙步凡给病人继续看病 自己把唐若雪 领到后院一个休息处 他让唐若雪落座后 给他倒了一杯水 然后就去拿了一瓶药 唐若雪即便打扮精致 衣着得体 也遮不住眼神中的疲惫 以及肤色的苍白 叶凡对他始终联系如初 直到现在 这份联系 慢慢地藏于心底最深处 再不轻易表露 唐若雪看住叶凡忙碌 他一直都以为 叶凡属于谈不上帅气的那种人 可细细观察 端正的五官却越看越让人舒服 仔细挑也挑不出缺陷来 人不胖 甚至还有点轻瘦 可那份淡然从容气质 却给人一种安全质感 好像什么都压不垮他一样 事实也是叶凡连续两次救了他 凯撒皇宫 芙蓉酒店 如非叶凡及时赶到 自己人生只怕已经变了 再联想自己昔日对叶凡的蔑视 他心里涌出一丝愧疚 还有一亩难过 来 我给你擦点药 病人家属那一脚 不仅让唐若雪衣服多了一个协议 也让他腹部变得红肿不已 叶凡在唐若雪面前坐下 随后又笑着摇摇头 还是让琪琪来给你擦药吧 两人已经离婚 肌肤相亲多少不便 不用 就你了 唐若雪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叶凡开口 你是医生 擦得肯定比琪琪好 叶凡看住罕见 抓住自己手腕的手 迟疑了一下 行 随后 他就小心翼翼掀起唐若雪衣服 拿着药酒给他轻轻擦拭起来 同时 用太极手给他按摩一番 近距离的接触 让他嗅到了熟悉的香气 一如既往让他迷醉 只是叶凡知道 他不可能属于自己 擦完药后 叶凡又去洗手间接了些热水 拿毛巾镜头拧前递过去倒 去长椅上躺住 敷一会 有点烫 忍一忍唐若雪一言去做 侧握住身体 把毛巾带在了腹部 看来你艺术真的不错 一下子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红肿也削了一半 他红唇轻起调笑了一句 以前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话一出口 他就变得尴尬 还有一丝自责 昔日叶凡不止一次说过会艺术 是他觉得叶凡只会皮毛 我也只会一点叶凡笑笑宽慰着女人 致点小病可以 大病不行 叶凡 唐若雪轻柔喊了一声 话锋一转 你这段时间 是不是跟宋红颜待在一块 算是把叶凡亚然 唐若雪这个问题 私立一会诚实回应 尽管叶凡相信那晚自己没有乱来 可却无法判断最终情况 所以他对宋红颜多了一丝复杂情愫 宋红颜虽然忙碌不堪 也不介入他的生活 但几乎每天都会来医馆 不是送饭 就是送水果 他不仅替叶凡打电住一切 还跟张大强他们打成一片 有时还会放下身段 做起小伙计招呼病人 他简单却直接宣告着 自己的女主人地位 叶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送红颜 但知道他已经走入了自己的生活 不可或缺 我是该高兴 你依然对我掏心掏肺 还是该失望前夫 跟别的女人混在一起 听到叶凡的话 唐若雪笑容微微一致 心里有些难过 随后露出一抹自嘲 叶凡笑了笑 你都说前夫了 啪 唐若雪伸手把毛巾拿下来 丢回了盆里 自己猜测是一回事 被叶凡坦诚 又是另外一回事 唐若雪 不好意思 叶凡不会再跟你在一起了 这时 走廊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一袭红衣的宋红颜很快现身 他现在是我的男人 还有白纸黑字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话之间 他直接甩出一份合同 正是叶凡记不起来的那份协议 叶凡 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唐若雪骤然抬头 眼神直欲责人而逝 叶凡轻叹一声 这是真的 唐若雪如遭雷劈 咬着嘴唇 手脚颤动 你 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 你混蛋 他下意识对住叶凡 就是一个耳光 啪 这耳光 没有打到叶凡脸上 他的手腕被宋红颜一把捏住 唐总 叶凡是我的男人 不是阿狗阿猫 你想打就打 宋红颜落地有声 以前唐家怎么对他 你怎么作践他 因为过去了 我就不提了 但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让你和唐家欺负他的 你也别说什么抢不抢 你跟叶凡已经离婚了 哪个女人都可以追求他 宋红颜目光 逼试着唐若雪 再说了 叶凡这么好的男人 你不珍惜 还不能让其他女人珍惜吗 唐若雪 做人不能太自私 太霸道 全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事啊 自己放弃了 又有什么资格埋怨呢 唐若雪欺然一笑 收回了手 亮呛住走向门口 失魂落魄 脸上看不到半点生气 叶凡没有去追他 有些裂痕一旦产生 再如何喜欢 也是不可能义无反顾了 第二百章汪少要来 前妻被我赶走了 是不是心里很不舍啊 唐若雪消失后 宋红颜笑容 完美看住叶凡 要不要我帮你把他追回来 只是他尽管说的轻描淡写 但叶凡还是能捕捉到他紧张 还有一丝六神无主 他轻声一句 有些东西是很难回去的 宋红颜挽住叶凡的手 很难回去 不代表回不去 也许哪一天感觉对了 就都回去了 他很不想谈唐若雪的事情 那会让他情绪浮躁 可也清楚很难绕过去 所以很多时候只能面对 尽管这面对会让他难受 想太多了叶凡毕重就轻笑道 我跟他是不可能回去了 而且林秋林都恨不得掐死我 我怎么回唐家 宋红颜睫毛低垂 只要你想 所有困难都不是困难 好了 别谈唐家了 不切实际叶凡画风一转 今天又带了什么好东西过来啊 今天我们在五湖师傅吃饭 几个大佬没怎么动筷子 我就把没碰过的韭菜 给工人打包了 宋红颜收起了情绪 笑着一仰手中食盒 另外给你带了几中燕窝 你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不好好补一补 会垮了身子的 他拉着叶凡坐下来 然后取出一中燕窝 有些东西 自己动了心 无论结果怎样 都只能走下去了 叶凡追问一声 你跟韩老他们吃饭 宋红颜一笑 杨健雄 黄震东 杜天虎 韩老 前圣火 马家成 中海大人物 基本都来了 叶凡大吃一惊 发生什么事了 他清楚 肯定是有大事发生 不然这些人 怎可能抽空聚在一起 这些日子 看似风平浪静 其实发生不少事 宋红颜没有对叶凡隐瞒 一边打开燕窝给叶凡 一边合盘突出江湖事 我们跟江化龙撕破了脸皮 他先后对我们 发起了二十几起袭击 我们也同样刺杀了他十几次 结果双方都失败 我们好端端活着 江化龙也完好无损 江化龙扬言 要抱着我们同归于尽 我们也决定 不惜代价对抗 绝对不能让江化龙 再回到中海这时 龙都汪家站出来 调解这场纷争 汪家说 双方这样死磕下去 不仅自己人身安全 没保障 祸及家人 还会让中海 变得动荡不安 所以汪家建议 双方各出十名高手 进行一场决战 江化龙赢了 那他就可以回来 华海落叶归根 当然 回到中海后 不得再跟我们闹事 我们如果赢了 江化龙就只能老死在境外 不得再起回归华海念头 同时过呼昔日的遗留物业 我们几个中午碰头 就是讨论此事 宋红颜喝气如蓝 把凶险的江湖纷争 当成故事说出来 只是叶凡能够感受 其中的惊心动魄 这些日子 只怕双方都死了不少人 虽然这个提议不错 只是看得出 汪家是倾向江化龙的 叶凡吃入一口燕窝 随后做出一个判断 江化龙以前虽然厉害 但毕竟被你们击溃了一次 这些年他再怎么发展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积累 毕竟东山再起不是嘴吹的 而是需要人力物力积攒 十年说短不短 但说长也不长 但至少恢复不到江化龙巅峰时刻 他现在连十年前水准都没有 又怎么对抗发展了十年的寒老他们 这些天的袭击 八成是江化龙砸锅卖铁的力量 而对于你们连皮毛损失都算不上 在坚持个把月 江化龙就会分崩离析汪家 这时候站出来调解 看似为了你们和钟还好 实则是扬长臂短 给江化龙翻盘机会 叶凡眼睛微微眯起 这汪家时拉偏价啊 夫君英明送红颜娇笑一声 半个身子都快软入叶凡怀里 我们也是这种想法 觉得在伏击江化龙几次 他就会打光全部筹码 只是汪家站出来 我们又不能不给面子 本来杨老可以周旋 可杨老又重兵住 不敢麻烦 后来我们一想 决战就决战吧 我们兵抢马撞 不怕江化龙他露出一股信心 而且一举斩杀江化龙十名高手 江化龙就再也掀不起风浪 叶凡微微眯起眼睛 杨宝国能量还真不小啊 可以跟汪家抗衡 叶凡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尽量高估杨宝国 实际还是低估了 他向怀中女人看去 所以你们最终决定 跟江化龙决战 宋红颜点点头 决定了 一个星期后 太平全场 一决生死 你放心吧 事关中海格局 韩老他们全一条心 无数高手正赶回中海 黄飞虎也答应亲自坐镇 必要的时候 他会亲自上场 他可是玄境高手 中海第一武力人 江化龙当年就是被他一掌打伤背拂 宋红颜撬脸闪烁着光泽 他对太平擂台一战充满信心 看他这么自信 叶凡也轻轻点头 只是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十年报仇 江化龙不可能以卵击石 几乎同一时刻 逃回唐家别墅的林秋林 靠在沙发上 一边吃着冰镇西瓜 一边吃骂猪叶凡 骂完后 想要得到丈夫附和的他 转了一拳 却发现唐三国背负双手 站在书房 看住一幅规划图 规划图上面 云顶山清晰可见 都多少年了 还看什么云顶山 林秋林见状就怒不可斥 别说你五十岁了 就是年轻三十岁 二十岁 你也一样见不起来 当年那么多钱 那么好的机会都失败 现在就更加不要想 唐门也不会允许你建立起来的 而且老娘从来不相信 下面有龙脉 你给我少做点白日梦 有着空荡 还不如想想 怎么让若雪家的好人家 让我们早点回唐门 他恨铁不成钢 骂了唐三国一顿 正要上前把规划图撕掉 却听到手机震动了起来 他忙拿着手机接听 片刻之后 林秋林欣喜无比 什么 汪少过几天就来中海 第201章要打杂 王秋林的找茬 对于叶凡就是一个插曲 他几乎是转眼就忘了一干二净 没法子 现在的叶凡忙得不可开交 他要接诊病人 要钉一钉装修的是 要教要圣寒配药 还要抽空打造刘富贵身手 叶凡先给刘富贵 开了药欲淬炼身体 然后把一套威猛拳法交给他 拳法招式不多 只有三十 碎石 汉山 破三军 但威力极其惊人 刘富贵一练就喜欢上了 每天给衣冠扫完地后 就躲在后院角落练个不停 几天下来 刘富贵进入状态 还因有了森然气势 让叶凡轻松不守 不用再盯住他免得练岔 只是叶凡依然无法闲下来 鸭鸭被蛇咬一事后 他的名声更加显赫 病人天天破败 要圣寒和孙步凡 根本忙不过来 只是公孙渊 孙胜手和静宁兵 暂时帮不上忙 叶凡只能亲自下场 贾大娘 你这是感染了风寒 我给你开两副中药就行 孙大爷 你这牙痛是发炎了 我给你扎两针就好 只是要少吃爆炒的东西 历解 您这是血须发热 吸一叫再生不良性贫血 我给您开个方子养一养 你这肌肉抽搐是缺钙 吃药没必要 食补或者买点维生素 就能解决这天 叶凡一口气 诊治了二十多名病人 正要诊治下一名病人时 却见黄玄武 带着黄天椒出现了 叶凡微微汗手 跟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叶神医 你忙住啊 黄玄武一扫昔日的霸道 满脸讨好笑容 你忙 你忙 忙完再说 随后 他就带着黄天椒 坐在旁边等待 脸上没有半点不耐烦之色 黄天椒也不见半分猖狂 乖乖跟住父亲等待 偶尔瞄几眼叶凡 眸子有畏惧 还有一丝崇拜 这一等就是三个小时 等叶凡忙完 时间都快中午了 叶凡也没有摆架子 招呼黄玄武和黄天椒 一起吃饭 宋红颜今天没过来 所以人手一个盒饭 再加一瓶苏打水 老黄 不好意思 招待不周 实在太忙 叶凡很是歉意 对黄玄武开口 改天有空 再请你吃大餐 黄玄武忙白白手回到 叶老弟客气了 是我叨扰你才对 简单寒暄后 叶凡开门见山 今天过来 身体有事 按道理 黄玄武应该下个月 再出现才对 毕竟他的身体 这个月不会有任何问题 身体没事 好得很 叶兄弟医术 不仅让我告别了轮椅 还让我功力 恢复到七成 我现在能一拳 打死一头牛 黄玄武知道叶凡性格 也直接到处来意 又一要起效 重聚力量 可谓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而且他已算得上 五盟年轻一代的翘楚 可却连叶凡一掌都扛不住 双方差距是天渊之别 黄天骄哪里还能不服 这样还不够 黄玄武忽然板起脸 为了你改过 叶兄弟费尽心血 你也该投桃报李 好好报答叶兄弟一番 这医馆病人这么多 人手却严重不足 别说吃一顿热饭了 叶兄弟他们连水 都没人到这样 从明天开始 你每天都来医馆报道 看病抓药指望不上 但侦查倒水 你还是能做的 他手指一点黄天骄 这样既可以让你 长长记性做人 还可以减轻叶兄弟负担 更好诊治病人 黄天骄忙低头硬道 明白叶凡一愣 随后忙摆手 老黄 这不行 那会耽误他练武的 他就一家小医馆 黄天骄跑来打砸 显得哥哥不入啊 黄玄武忙打断叶凡的话 他丹田都废了 没有恢复到五成以上 练再多的武 也没有意义 这也是他该受到的惩罚 做错了事 哪能一笔带过 肯定是需要一点教训 你放心 他不会要一分工钱 包吃包住就行 叶兄弟 你为人宽厚 就给天骄一个机会吧 黄玄武铁心 要女儿来医馆干活 如果你不想看到他 那就我来医馆打砸 黄天骄也楚楚可怜 我一定会干好 分内式的叶凡脑袋疼痛 这父女俩 莫非是叶兄弟 疼惜天骄 不忍心让他干粗活 黄玄武看到叶凡犹 忙趁热打铁 对了 我听说叶兄弟离婚了 天骄 停 停 叶凡一听脑袋更痛 忙伸手打断黄玄武画头 行 看你老份上 我就收下黄天骄打砸 包吃包住 月薪五千 试用器一个月 叶凡做出决定 干得好留下 干不好滚蛋 就这么定了 黄玄武高兴起来 随后一攀黄天骄脑袋 还吃什么吃 赶紧干活去 没看医馆这么乱 黄天骄对叶凡连连称谢 爬了几口米饭后 就起身去整理病人区的桌椅和茶水 孙步凡高兴无比 总算有人帮忙干活了 叶凡又望向了黄玄武 对了 老黄 你说两件事 塞了你女儿 还有一事是什么 黄玄武神情变得肃穆起来 随后低声一句 黄会长想要见你 第202章再练就废了 虽然叶凡不知道黄飞虎为啥要见自己 但还是答应第二天去看看 一门二虎三财神 叶凡几乎都有交情 除了前老爷子和黄飞虎外 其他都见过面 现在有认识黄飞虎的机会 叶凡自然不会浪费 第二天早上 天还没有亮起 黄玄武就亲自开车来接叶凡 老黄 黄会长究竟找我啥事呢 前行途中 叶凡好奇问道 身体不适 还是给黄三重讨回公道 我个人觉得 会长是想要找你医治 他双腿老毛病又犯了 不仅剧痛无比 还无法行走 这几天都靠轮椅行动 黄玄武对叶凡很是坦诚 可他没有跟我说目的 只是知道我们跟你的冲突 说你很有意思 想要见一见你 会长究竟什么意图 我不好胡乱一侧 不过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不是给黄三重报仇 会长虽然护短 但是也是讲道理的护短 黄三重这种 他一向恨铁不成钢再说了 是我打断黄三重的手脚 跟叶老弟你没半点关系 会长要怪 也是怪我 看到黄玄武确实不知的样子 叶凡轻轻点头没有再追问 反正很快就清楚黄飞虎意图 半个小时不到 车子就驶入了五盟山庄 错落有致几十栋别墅 住的人虽然不及春天山庄显贵 但也都是武蒙有头有脸人物 门口更是见到不少子弟练武 叶凡听到吆喝和打斗声 瞬间感觉到自己走入了舞者世界 这里好像是另一个凶险江湖 叶凡很是感慨 怎么都没想到 繁华的中海还隐藏着这样一面 车子在最高处的飞虎别墅停下 这里视野开阔 山高峰裂 站在任何一处都能看到云顶山 叶老弟 这边请黄玄武跟门口几个守卫 打了一声招呼 随后就领着叶凡走向别墅的东侧 没有多久 两人就来到一处竹林 郁郁葱葱 满眼碧绿 还带着一股竹子清香 心旷神仪 呵 叶凡跟祝黄玄武走进林子 忽然看到一个眼熟背影 正气势如红练舞 旁边还有四五名观众 三名男女簇拥着一张轮椅 轮椅上坐着一个唐装王者 六十多岁样子 身材高大 手长脚长 脸颊黑红 跟关公差不多 只是那份稳坐钓鱼台的气势 让人清楚 他蕴含着强大力量 叶凡做足了功课 所以很快辨认出 他就是黄飞虎了 中海武到第一人 也是这座城市守护神 受无数人的敬仰 徒子徒孙成千上万 当然 这一切并不是幸运得来的 据说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 多达八十余处 全是真刀石枪留下的 最残酷的一次 他在擂台上被人打断了两脚一手 结果硬是靠一只手 一副牙齿避掉了对手 一个人的武功 即使本来不算高 经过这么多生死血战后 也会变得十分可怕 只是黄飞虎这么厉害 完全有资格进入五盟元老阁 修炼更厉害的功法 可他却始终留在中海不走 他铁心要守护中海的安危 所以各方对他很是敬重 似乎感受到了叶凡的打量 黄飞虎微微侧头 向叶凡望了过来 一股强大的气息瞬间压向了叶凡 这股气息浑厚厚重 但又显得宁静沉淀 就宛如一片汪洋大海 那种 庞腐掌控了天地间一切气息的强大与威压 顿时令叶凡生出一种处于惊涛骇浪中的感觉 这是黄飞虎主宰生杀大权的世界 而叶凡只不过是这世界中的蝼蚁 这就是玄境高手的境界嘛 叶凡心中惊骇莫名 但与此同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亢奋心态 从他心底翻腾而出 充斥着全身 这样强大的对手 绝对是他从没有遇到过的存在 他强由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由他横 明月照大江 惊骇在心中一闪而过 叶凡非但不退 反而身如镖枪 气势悍然相撞 那骨厚重的浩然气息 被叶凡狠狠撕裂了一道口子 再也无法对他的心境产生丝毫影响 黄飞虎微微一愣 随后目光一赞 收回了威压 叶凡也笑着收敛气息 呵 也就在这时 练舞女孩又娇喝一声 随后转过了身来 叶凡一下子看清了对方面目 他无比吃惊 这小妞不是别人 正是虎妞 叶凡怎么都没想到 这虎妞人脉这么广 不仅跟杨宝国关系密切 还能得到黄飞虎的亲自指点 虎妞没有注意到叶凡出现 只是聚精会神把拳法打了下去 拳四流星腿如鞭 吸入山崩肘四垫 有时候拳脚积在空处 会发出沉雷一般的闷响 一腰催膝 以膝催足 以足催肘 以肘催手 流力又刚猛 叶凡相信 这虎妞一拳力量 只怕真能打死一头牛 一套拳足足打了有十五分钟 在最后收拾时 虎妞一个冲拳 打在碗口大的竹子上 咔嚓 一记脆响 竹子向上列出三四米 接着竹叶轰的一声 全部炸开 然后又纷纷扬扬向下飘落 还没等飘落在地 虎妞身子一卷 竹叶又顷客汇聚如龙 狠狠壮重另一根竹子 第二根竹子没有咔嚓碎裂 但却多了无数伤痕 极其霸道 黄玄武和几个看客都暗暗点头 对虎妞这一表现充满了赞许 虎爷爷 我这飞虎三十六拳练得怎么样 有没有你五成火候 虎妞也很是满意 跑到黄飞虎面前等待评价 无遮无拦 越发彰显双方关系密切 哎 没等黄飞虎出声回应 旁边的叶凡先发出一声叹息 虽然轻微 却瞬间吸引了黄飞虎他们注意 虎妞更是翘脸一寒 扭头一扫 瞬间锁定了叶凡 看到这张熟悉面孔 虎妞先是一愣 随后翘脸一沉 叶凡 叹息什么 你看得懂吗 在杨宝国家里 虎妞被叶凡打脸已经不爽 等他下定决心认叶凡做大哥 叶凡却见鬼一样逃走了 这完全是嫌弃自己 这让向来众心捧月的虎妞 对叶凡恨得牙痒痒 如非杨宝国还需要叶凡治疗 虎妞早冲上去 金之灵痛揍叶凡一顿 然后逼迫住他做自己大哥 今天又在这里见到叶凡 看到他不置可否的样子 马上勾起虎妞的心仇旧恨 看到虎妞凶巴巴的样子 叶凡忙躲开他杀人目光 不敢再开口说话 看不懂就别乱叹息 见到叶凡不说话 虎妞又娇哼一声 脸上充满了不屑 本小姐最讨厌你这种 哗众屈宠的人 她出身显赫 往来都是权贵 对不给面子的叶凡 自然毫不客气 这拳 你练错了叶凡淡默一声 你的腿 很快就会跟黄会长一样废了 第203章醍醐灌顶 废了 听到叶凡这一句 虎妞勃然大怒 混蛋 你敢咒我和虎爷爷 我先废了你说完之后 他脚步一挪 请客到了叶凡面前 一拳挥出 黄飞虎见状喝道 虎妞 不准伤人黄玄武也喊出一句 叶凡是会长请过来的 虎妞文言收回两分力道 但拳头依然打向了叶凡 这小子口出狂言 还指手画脚 他怎么都要教训一下 他的拳头又快又猛 只是还没有打中叶凡 他就停止了全部动作 虎妞的咽喉 多了一节翠绿 正是他刚才一拳打断的竹枝 不长 也不锋锐 却带着凶险气息 精准抵住他的喉咙 面前 站着笑容甜淡的叶凡 战斗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全场一片死寂 快 太快了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黄玄武 他们根本没看清楚 这一幕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唯有黄飞虎捕捉到了叶凡出手 承认了叶凡浅浅一笑 收回了半截竹枝 点到为止 虎妞咳嗽不已 郊区晃动 整个人蹬蹬蹬后退 好像被火车推了一样 他大吃一惊 没想到叶凡如此厉害 随后变得更加愤怒 混蛋 虎妞娇喝一声 右脚一沉 准备大打出手 虎妞 助手 黄飞虎喝出一句 不准无礼 他制止虎妞对叶凡再度出手 先前的气势对抗 再加刚才一手 黄飞虎已经知道 叶凡是绝顶高手 小兄弟对你没有恶意 如果他要伤害你 你刚才已被刺破喉咙了 哪还有再度出手机会 虎妞也算是他半个徒弟 身手有多强 黄飞虎料如指掌 可就是这样一个强横的虎妞 被叶凡轻而易举抵住喉咙 黄飞虎心里怎能不经掏骇浪 虎妞反应过来 瞬间打了一个机灵 摸着喉咙的红印 久久无语 叶小友 对不起 虎妞性子直 没恶意 多有得罪黄飞虎 向叶凡微微鞠躬 老夫向你说一声对不起了 看到老人明白事理 还主动向自己道歉 叶凡伸出几分好感 盲白白手回道 黄会长客气了 我也有责任 关武多余了叶凡谦卑有礼 而且我也没受伤 你们不用道歉 什么会长不会长的 就是一点虚名 黄飞虎笑着白白手 随后又望向了虎妞开口 无论如何 虎妞你先出手打人 这是你的不对 他不怒而微 虎妞 还不向小兄弟道歉 虎妞虽然有点郁闷 可也清楚 叶凡招惹不得 加上虎爷爷发话 当下硬住头皮上前道歉 对不起 他情绪有些低落 自己天赋不错 还习武多年 本以为能横扫年轻一代 谁知被叶凡一招击败 连带医术那次较量 虎妞可算是输得一塌糊涂 没关系 叶凡淡淡一笑 虽然我承认你医术厉害 也承认我学艺不惊不如你 虎妞也是一症 随后哼出一声 但这飞虎三十六拳 可是虎爷爷祖传的 威力十倍 你看得懂 看得懂吗 开玩笑 自从叶凡身体变化后 他的脑子也开窍了 他看着复杂世界 也就变得简单 很多东西对于他来说 就是小儿科一样简单 他对武道招式涉猎不多 但却能一眼看透本质 这拳法确实威猛吓人 但他第七 第十四 第二十一招 第二十八招 应该是残缺之后 被人强行补上的 可惜并不契合 还多了不少花鞘 甚至涉及逆行修炼 损伤脏腑和膝盖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每突破一层 身体伤害加一层 突破到黄径 五脏六腑就会出问题 时不时吐血 难受 睡不住觉 突破到玄径 精气神质变 但身体负荷不起 支撑重心的膝盖 手当其冲受损 前期气血逆流 双脚经常酸痛 中期发作 就如痛风一样 生不如死 后期就会膝盖盖化断裂 虎妞练了这拳后 淤血不通 背后烧伤 还因肺腑受损 而经常发炎 黄会长每次练完这套拳法后 也需要热敷 来缓解双腿的疼痛 叶凡看住黄飞虎和虎妞问道 就算是这样 每个月也还会肿胀 需要吃药才能消肿 此话一出 黄飞虎和虎妞他们 都大吃一惊 难于置信看住叶凡 身上症状 全部正确 叶凡又目光锐利 望向黄玄武 黄玄武原先双腿瘫 固然有被仇家打伤的因素 但更多是他身体早有隐患 黄玄武一拍脑袋 我就说嘛 一直跟我旗鼓相当的战天雄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牛叉 我们各自打中对方一拳 他内伤 但休养两个月没事 而我直接瘫痪 坐轮椅 他感慨一声 原来是我身体早有隐患 黄飞虎声音一抖 叶兄弟 我这双腿剧痛 真不是痛风导致吗 他把这飞虎拳 练得炉火纯青 只差最后一层 就能到达玄境巅峰 谁知就在这时 他的双腿扛不住了 膝盖隔三差五剧痛 黄飞虎一直以为 是自己年轻时放纵 加上常吃美味海鲜 导致痛风行走不便 各路医生和专家 也都这样认为 现在叶凡一说 让他惊讶不已 自己这膝盖 原来是跟拳法有关 叶凡盯着黄飞虎的双腿开口 黄会长确实有痛风症状 但不足以让你双腿瘫痪 你真正病因 就是练全练错了 血液倒流 匿气修炼 要走火入魔了 只不过还没到末期 加上痛风掩盖 所以你们一时查不到原因 他又抛出一句 黄会长其实可以好好回忆 你祖上练着拳法大成者 是不是最后都坐轮椅了 黄飞虎一正 他私立一番后苦笑 我父亲 我爷爷 还有一个伯伯 晚年还真是瘫痪 只不过我一直以为 他们是姥姥虎妞文言身躯一阵 练这拳真会瘫痪 那岂不是说 这拳法没用啊 黄飞虎流露果断 虎妞 这拳法以后不能再练了 被叶凡义说一分息 黄飞虎也看出 拳法有致命缺陷了 于是就让虎妞不要再修炼 每个人都有一个武侠迷 黄飞虎也不例外 他一直渴望自己成为天下第一 受尽无数人的膜拜 而且他习武半辈子 这样放弃 还是祖辈传承 不亚于心头割肉 只是相比徒子徒孙都坐轮椅 他还是希望虎妞他们健康一点 虎妞无意识点点头 他不愿意相信 可现实残酷 叶凡笑着接过话题 飞虎拳法确实有问题 不过也没必要丢掉 这门拳法的四处错误 我可以帮你们修改 完善之后 拳法威力可以增强六成 损伤肺腑的问题 也能解决 虎妞和黄玄武震惊不已 你能修改拳法 叶凡一脸蒙比 很难吗 十几种修改法子呢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黄飞虎忽然抓住叶凡的手腕 一脸感激地开口 今日得于小兄弟提点 飞虎醍醐灌顶啊 而且小兄弟还拯救了五门无数子职 让虎妞他们不至于修炼到瘫痪 这份大恩大德 飞虎无以回报 如果小兄弟不嫌弃的话 咱们结拜成望年兄弟如何 结拜 兄弟 这是哪一处 叶凡愣了 虎妞愣了 黄玄武也愣了 叶兄弟不说话 我就当你默认了 黄飞虎拉着叶凡的手 趁热打铁 来 来 来 择日不如撞日 咱们今天就结拜 天地为正 日月可见 我等兄弟二人一结金蓝 煞血为盟